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大脑还是要调整一下 习惯了 每天感觉睡觉之前都要玩手机 然后玩的玩的就时间变晚了 不是说有一句话 只有晚上的时间才是自己的吗 所以不管熬到多晚 都要刷一份手机 晚上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然后思路各方面会稍微的 会清晰一些 晚上的话确实可能会比较静一些 然后做一些思想上 不是说绘图方面的可能比较少有好一点点 白天的时候你上午的工作 工作到点了 你要吃饭 要什么有其他的事情 要去打扰你的工作 但是你晚上不用担心这个时间 晚上写稿或者干什么都比较有灵感 白天就真的没有灵感 没有效率 这个时候我不用看微信 不用看电脑 不用处理邮件 就只是享受我自己出汗 享受我自己胡思乱想这个 每年都在立这个flag 但每年都完成不了 对 要熬夜吧 就忘记要早睡这件事了 就是想着睡觉之前不要玩手机 然后把手机放在那个床边上 就不要打开 还是忍不住会看手机 其实每天下班的时候都想今天早点睡 但是一回家之后 你就收拾来收拾去的 等到上床的时候 其实已经快12点了 然后你还想看一些东西 然后其实就导致那个时间点 这个经常会失败 打游戏说好了 这个马上就完了 然后结果发现就 玩了会又两三点 开始做斗争 我要不要辞职换一份 能让我休息得好一点的工作 白天会精选不太好 第二天特别累 就是也是第二天早上要喝咖啡 这种来提神 气痘痘吧 比如说抱痘呀 或者感觉脸下垂得特别明显呀 就是很多这种欠想 睡不好会影响肠胃嘛 那就容易消化不良什么的 慢慢自己的这个身体开始越来越发胖了 你看我现在有眼淡 我觉得是熬夜的问题 身体状况也会非常明显 觉得就是体力不OK 如果我们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 都应该关注自己的睡眠决例 关注你的生物中 这样呢 我们能达到一个良好的睡眠 有助于身心健康 有助于我们免疫功能 让我们能够有第二天更好的 日间功能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